穿古装能把人丑哭的男星 你知道都有谁吗 首先要说的是郭金飞 他本人有短暂帅气 甚至还有点屌丝的感觉 尤其是在《鱼欢水》中的表现 更是如此 可他却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郭金飞饰演的古装角色 却完全变了味道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还能认出这是那个他吗 接着要说的就是张艺山聊 从电视剧《加油儿女》开始 他饰演的角色流星就深入人心了 后来他又接下了很多角色 让观众看到了他演技的提升 虽然他也不是帅气的类型 但演技却深入人心 但到了古装剧中 他的古装扮相却瞬间让人感觉辣眼睛 这还是那个聪明可爱 活泼机灵的小流星吗 其实前面这位还不算啥 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还得是孙红雷 红雷大哥在圈中很有影响力 现在庄也透露着一股大哥的气质 因此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欢 然而他换上古装之后 瞬间画风突变了 整个人居然变得莫名搞笑 甚至有网友说他完全就是在自黑 实在是让人忍不了啊 看到这里 很多网友想说 你们还是放弃古装吧 你还知道哪些穿古装很丑的明星呢 欢迎留言吧